大家好 我是阿凯 今日的苹果发布费是开完了 看到发布纸设的iPhone12后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入手了一台iPhone12普入 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市场的iPhone12可能又要暴跌了 感觉iPhone手机开始变得不保值了 今天还是去安卓机市场逛逛吧 看看安卓手机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直接上长城七楼一出电机口啊 就看到一家华为档口 这家档口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除了档口老板一个人挑货的都没有 我就来看看有什么好玩意啊 我手里拿的这台呢是华为的p40polo主打拍照的旗舰机型 这款机型发售了也是刚好一年了 就算放在如今四箱头主件还是非常能打的 麒麟9905G配合偶类的高刷屏幕 无论是用来平时休闲打游戏还是刷上微博啊 看看自己的大片都是非常棒 目前市场拿货架呢 也就3000来块 暴跌了近1000块啊 其次呢就是华为的妹子士林系列 我手里这台呢是华为妹的士林polo8加256g的这款机器 我还记得上个月市场拿货架还要6000好几个机器啊 一直想拿来试试 看看能不能代替我手里这台机器 作为平时拍摄素材的机器啊 可是那价格确实有点把我劝退了 而如今这款机的价格呢 出现暴跌的情况 目前市场拿货架也就5000出头 一个月的时间也是暴跌了近1000啊 感觉是时候拿一台回去拍视频了啊 再去当飞扬 在飞亚里逛了好一份 终于找到一个人不多单口 我手里拿了这台呢 是iphone12pro max 可以看到这台外观橙色都是非常的棒啊 a14的芯片配合偶类的大屏电池续航方面 相对iphone12与iphone12pro来说会好上许多 目前市场拿货架呢 也就有6000来块 短时间内也是出现了一两千的跌幅啊 感觉还有再跌的可能性 性价比方面还是比较高的啊 机器拿的也差不多了 我是阿凯 我们下期再见